下个礼拜不只是共和党要提名川普正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最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中共的三中全会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明白地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困难度的确很大 需要加大力气才能够解决承认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境 而中国经济困境在6月份的贸易里头很明显的看出来 它虽然用特殊的方法使它的出口成长大幅的成长 但是它的进口还是下降 也就是其实信心是不足的 其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是彭博社报道的 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未来解决粮食的方案 就是把荒地变成农场 希望增加耕地面积 加强中国的自给自足 这是中国要为战争做准备吗 还是被粮食进行做准备吗 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讯息 另外呢中共的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 中国出现的第二级的经济成长将出现减弱 这也是彭博社相关的报道 大概在三十月之前 国际气商专家宣布 人类正式进入了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时代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地球沸腾的时代 不是在十年就在现在 今年当下 所以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天灾的报道 有的是匪夷所思 比如说很多人在这个季节里头 喜欢去西西里岛 可是西西里岛现在是摄氏43度 而罗马是摄氏40度 罗马没有假期 在旁边等待游客的 常常有救护车 高温呢对于人体不只是会导致死亡 它会使很多一些疾病都可能会发生 而在纽约一个象征 大家习惯了听到了洪灾干旱 各种不同的报道 匪夷所思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著名的大桥叫旋转桥 这个桥呢因为高温膨胀而错位 作为一个百年大桥 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就卡住了 它卡住了以后怎么办呢 消防人员呢就来到这个地方 用水让它降温 总共经过四个小时 桥身才顺利归位 而在Los Vegas 这个地方是赌城 很多人很爱在假期的时候去Los Vegas 现在能去吗 它摄氏46度 另外台积电想要去Arizona 最近是摄氏45度 它能施工吗 整体而言 我们来到了一个地球沸腾的时代 你觉醒了吗 或许要等到你深受其害的时候 才想起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每年此时有数百万的游客 前往希腊 欣赏其古老的遗址 原始的海滩 和碧绿的海水 但气候暖化 不稳定的降雨和野火肆虐 威胁着希腊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在意大利遭逢热浪袭击 萨丁岛和西西里岛最高温度达43摄氏度 意大利中部和南部38至39摄氏度 7月11日 罗马气温升至摄氏40度 周护车在景点附近随时待命 气候专家表示 意大利南北地区同时出现极端天气的状态 未来会越来越频繁 飓风摧毁了房屋还有电线 德州数百万户在断电的情况下 承受着酷热之苦 不但要清理飓风 狂扫过后的残局 还要应付新一波的高温酷暑 休士顿的气温飙近40摄氏度 但这几乎已是美国多地近期的常态 纽约一座126年历史的旋转大桥 因热膨胀导致桥升错位卡住 当地消防队员向桥面浇水降温 经过四小时桥升才顺利归位 但已造成了大塞车 而在美西多地因热浪野火的风险加剧 内华达州堵称拉斯维加斯 连续五天最高温度超过摄氏46度 我们居住的地球已经失控 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戈白尼的统计 2024年6月全球气温已连续12个月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比工业化前升温超过摄氏1.5度 比1980年至2009年的平均温度 高出摄氏0.6度 科学家的呼吁几乎功亏一篑 地球正式进入不适合人居的时代 包括印度孟加拉 中国长江流域 近日因暴雨引发洪水及土石流 重庆电江灾情惨重 城西镇单日最大降雨量 就达266.2毫米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日降雨量 另外还有韩国 也是出现了200年一遇的强降雨 一场大雨 韩国发布了50多个地区的土石流警戒 3500多人被紧急疏散 而气候专家表示 炎热的天气在7月份恐怕将再打破记录 而相对于北半球的热道报 南半球则是寒潮来袭 正值冬季的智力 发布了大风和低温霜冻警报 海边沙滩像是洒了层盐 结了厚厚的霜 而南非的凯普敦 则因冬季风暴 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 建筑物遭到破坏 海边沙滩像是什么样的 海边沙滩像是很强烈的 非常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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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6月全球平均气温摄氏16.66度 不但比过去30年6月的平均气温高出了0.67度 并且打破了2023年所创下最热6月的记录 7月11日超过6000万的美国人收到国家气象局的高温警报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 近年来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逐步上升 2022年约1700人 2023年便升至超过2300人 另外高温也会造成心理的负面影响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en external temperatures rise oxygen levels in the blood drop and the less oxygen the brain has the less able it is to think clearly that's exacerbated when nights are hot too people who sleep badly are more irritable less focused and generally worse at remembering things excess heat even affects moods and mental disorders it causes changes in levels of the neurotransmitter serotonin for example which is linked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世界卫生组织发现 极端温度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 比任何其他与天气相关的因素都多 这不仅仅是洪水、野火、台风或者是干旱等风险 these hot months mean hotter heat waves it means much more heavy rainfall events with devastating floods as a consequence which do violate the right to life the right to housing the right to a free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for many many people and that is why we care about climate change that is why these records are so worrying 然而对于气候科学家的忧虑 你在乎吗 还是得等到天災降临才会惊醒 怕的是届时一切都已太迟 和以兽旧的词